欢迎收看财经知识库邦宁天才库 我是定山 日前台电提出核二二号机重启申请 已经通过能源会的审查 虽然重启时间还不确定 但是已经引来不少反核民众的抗议 还有深澳电厂环凭又引发空污话题 以及台电四月被转容量率 亮警戒局等 缺点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有的主要发电方式又引起争议 让再生能源的议题 再次受到瞩目 其中离岸风电是台湾政府近两三年来 积极推动的再生能源方案之一 离岸风场分配领选也将在四月开始 预估五年筹资五千亿元 目前已经有多家的银行有参与意愿 多档的风电概念股 包括上尾投控、世纪钢、信邦、雅力等等 也因为在话题风口上股价收红 事实上风力发电在全球各国 早就已经行之有年 根据全球风能协会GWEC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统计报告 全球电力市场市占率当中 风力发电占比虽然比燃煤电厂以及天然气发电低 不过却是比例最高的再生能源发电 并且在2014年发电量第一次超越了核电 全球累计风力发电量也逐年成长 更进一步来看 随着欧洲部分的陆域风场已经逐渐饱和 不少国家也因此将发展重点移到了不会与民争计的离岸风场 也因此离岸风电占整体风力发电的比例虽然还不高 但是以年成长率来看 2011到2016年间 全球陆域风电设置量的成长率 每年约为13%到19 但是离岸风电则高达18%到40% 离岸风场不仅不会占用陆地资源 而且海上的风力资源也更为丰富 一个离岸风场的装置容量最多可达到1000MW 比起陆上风电容量约为50MW 多出了20倍 而根据GWEC的调查 截至2016年底 有97%的装置量分布在欧洲地区 主要建置离岸风场的海域 包括北海、爱尔兰海以及波罗的海 累计装置量达到12,631MW 其中累计装置量最多的是在英国、丹麦和德国 而英国、德国、荷兰以及比利时 在2016年底的时候 定下了离岸风场的11项最终投资决策 这些决策预计会带动欧洲大约4948MW的离岸风电 新增装置量 预估到了2020年 新增装置量渴望达到24.6GW 而在台湾、台湾地下人酬 建置陆域风电的土地资源有限 而且风机的噪音问题经常导致民众抗争 更增加陆域风电的建设困难 反观离岸风电 台湾海上的风能资源丰富 尤其是在冬季 出现4级风以上的频率相当高 根据4系OFSHARE的统计 全球前20个离岸风电最好的厂指当中 有16个就位于台湾海峡 可安装的面积达到5640平方公里 总装置容量约可满足2000万用户的用电需求 而为了有效利用这些资源 经济部能源局则定下2025年 离岸风电的发电量目标是3000MW 这个发电量几乎是核2跟核3的发电厂总发电量 为此能源局已经提供了36个潜力风场长置 并且已经有22件被查 预计可提供10GW的装置容量 既然台湾海峡拥有这么好的离岸风场资源 为什么离岸风电在台湾的发展脚步 还是比较缓慢呢 离岸风电其实跟陆域风电一样 都是靠着风力转动风轮叶片 然后利用电磁原理将叶片转动的机械能 转化成电能 皆由电缆传到中端用电场所 离岸风电的建置跟陆域基本上的差异也不大 只是这一切都必须在海上作业 对于品质的要求也更为严苛 离岸风场建置主要可以分成四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长置调查与环境评估开始 当确认环境能够施工之后 进行设计与施工 这个阶段开始就会遇到不少的困难 包括海上条件、天候状态、离岸远近等等的因素 都是影响基础建设的困难度 除此之外 离岸风电机组的尺寸比较大 例如风机、水下基础以及海上变电站等等的设备 都是上千吨的重量 因此必须要有能够承受这些设备重量的专属码头 以及足够的腹地组装生产 当风电机组装置好了之后 后期的维护成本也非常的高 尤其在比较远、比较深的海域 基础建设以及维护也会更增加困难 最后当风机使用年限到期之后 厨艺拆卸也是一项大工程 以同样的发电容量来计算 离岸风电的建制成本比陆域风电多出了将近三倍 不过随着技术逐渐成熟 离岸风电的成本逐年降低 除了技术以及施工的问题之外 离岸风电虽然不会占用陆地资源 但是还是必须要考虑到海底环境以及鸟类的影响 还有靠海为生的渔民生计问题 这些都是离岸风电是否能够顺利推行的关键因素 而离岸风电机组依照结构以及适用水深不同 又可以分成重力式、单装式、沉溪式、三杆式、三杆式、套筒式 以及浮发式这几大类 其中又以重力式跟单装式是目前比较常用的架构 前者是利用比较大的底部基座来抵抗水的压力 因此不需要打桩 建设时间短而且成本比较低 比较适合用在潜水的离岸风场 而单装式则是利用一个空心的钢桩打入土中 提供侧像以及垂直的承载力 具备简单、快速而且成本较低的优点 根据统计 全球有超过75%的风场都是使用单装式 至于在产业供应链的方面 主要可以分成三大部分 设备业包括原材料、零组件以及风机设备等等 而风场规划以及建设 还有风机维护属于中游的整合服务业 至于发电营运就由下游的发电业者来经营 而风力发电机厂商之中西门子旗下的风电事业 在去年跟西班牙风机大厂Gamesa合并 设立了Siemens Gamesa之后 目前由丹麦、Vestas、德国西门子 以及美国G13大厂寡占市场 其中丹麦的Vestas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制造商 全球市占率最高曾经达到30% 而现在大约为13%左右 Vestas是陆域风力发电机的市场领导者 后来随着离岸风电的趋势 也陆续推出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除了欧洲之外 也开拓中国、日本、越南沿海市场 另外排名第二的德国西门子 在全球超过90个国家设立风力发电机组 目前的总发电量已经将近82GW 而台湾架设的第一支8MW的离岸风力发电机组 就是来自西门子Gamesa 其他知名的厂商还有金峰、Northex等等 回到台湾 风力发电的概念股 包括了能源整合的涌船能源 海顶风力发电 台湾气垫共生、新能 风机零件相关的厂商 有中钢机械、上尾、大同、台硕重工、涌贯能源等等 而海市工程则有台船、化骑营造 其他还有工程顾问、周边设备、统筹等等的厂商 经济不希望借由离岸风场的开发 不只增加供电、实现非核家园的目标 同时也可以推动风机制造、风场运维 以及海市工程、三大新兴产业的发展 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知识库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